你不衝 我衝 不是啦 沒有啦 不要忘記啦 劇前 從我做起啦 你不衝我 不要亂講 哥 酸酸的 聽你說話 可你故事頭髮 我得到了 承放 3秒 2秒 1秒 請亮答案 戒菸 耳朵 我來不及寫 我也是寫戒菸 他有一首歌叫耳朵 戒菸 來 副歌來 戒菸 會唱嗎 戒菸 來 音樂 唉唷 先不響 戒菸 我不習慣 沒有你我怎麼辦 三點零一個禮拜 才學會怎麼忍耐 你給過我的傷害 是沒有一句的怪 戒菸 戒菸 染上悲傷 我也不想 你看對於吸菸的人口 憲哥是真心有話要說 我們也提亮你們這個 因為生活的沉悶 他再也沒有可以值得信賴的朋友 他的家庭事業可能沒有成就 所以他當點起一根菸的時候 就像賣火柴的小魚 點燃了一個小小的希望 只在那瞬間得到那麼一絲絲的溫暖 終於有人懂我了 你有沒有瞭解的時候 他在抽的時候 他總是一個人 我們抽菸 對 抽菸的人 他抽的不是菸 他抽的是雪茄 好不好 這是寂寞嘛 沒有要講錯了 不是些寂寞 他抽的不是菸 他抽的是寂寞 好不好 所以抽菸的人 那就盡量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同時也不要傷害了自己 對不對 自己要隨時注意你身體的健康 當然 有些已經一邊咳到半死 不可以啦 還硬在抽 真的不要 憲哥 我是董事基金會的戒嚴大師 真的啊 真的 那句slogan是什麼 就是說 沒有啦 不要亂講 拒絕 從我做起 你不抽我 不要亂講 等一下被告 代言人還亂講 對啊 妳不抽 我還亂講 我不知道你接這個 對啊 你接這個很好 對 可怕的是 我女兒也是 對 一起加入來對不對 真的不要抽菸 真是的 不要